音樂 在很多種運動中選擇了冰箱球 乒乓球一直給我一種吸引著我的感覺 每次遇到一點挫折和困難 想放棄的時候他又會拉我回來 小時候的夢想就是打奧運 在小學畢業禮 在台上說過 我說要打2016年奧運 在2016年可以打奧運 然後真的去了 我的記憶中是沒有我不懂打Bandball的記憶 我很早開始 即是懂得走就懂得打 我是三歲半開始打Bandball 五年級飛了去瑞典打U12的比賽 包括三四年級也有去過日本打過東亞兒童盃 小時候應該很喜歡打 又可能不懂得去奧運或去奧運拿牌 然後只是想代表香港去比賽 但你已經沒有印象了 因為很小時候已經接觸 也有一點印象 就是餐桌或家裡的走廊 延遲了一年 即是進村的時候 即是好像真的進村的時候 其實也有點不敢相信 然後那種緊張的心情就更加強烈 因為我們以前打這些運動會 我們都會換那些篇 然後今次就一個都沒有換 因為緊張到完全不想有這些娛樂 第一場賽事 站出去的場館準備開球的時候 有沒有手震腳震 有啊 有啊 真的是震的 因為那時候疫情 我們是年半沒有打過任何國際賽 然後那次奧運 其實對於一個運動員來說 年半比賽再上去比賽 已經很困難 還有第一場比賽就是奧運 所以第一場是發揮得不太好 太緊張 不過輸完那一場之後 就知道你抱著那麼多包袱 不放都是沒用的 不如就豁開打算吧 打算今年奧運之後 我開始是重新學業 我覺得讀書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 現在 明年可能都會想學校 都可以幫助到我去入大學 父母肯定想我讀書 所以現在都答應他們讀單一個 我和旅程現在都在教育大學讀 那三億的英文叫booster fund 主要是幫助提升很多科技的應用 器材等等 在Bandboard方面可以怎樣應用多些 未來方面的科研也好 或者醫療也好 可以幫助精英運動員的表現更好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球館 的確是不夠用的 強地勢是香港的一個本身問題 其實我自己都經常會回我本身的小學 去跟他們交流鼓勵他們 我自己都有一個夢想 其中一個夢想就是 可以去義務棚基層的小朋友 可以跟他們創造一個環境 可以跟他們接觸乒乓球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都喜歡 想試一下 可以搭一個類似橋樑 給他們 我是喜歡去咖啡店 喝咖啡 然後看書 我最近看過一本是關於心理的書 也是我奧運前看的 它叫做 The Courage to be Disliked 其實你就是要認清我就是我 別人的評價是不會影響到我的本質 我覺得這件事的心理 對於我自己打奧運的心態很有幫助 唱歌 老一點點的歌 叫你過分美麗 接著 風繼續吹 Monica 陳百強 一生何求 接著 和彥芳那些都可以 我們叫他做愛回簡 我們經常都不在香港 接著 就很想回家 因為沒什麼時間陪家人 我家裡有隻狗 經常都會跟他視像 我一回到家他們就很興奮 他們就很喜歡跟我玩 你們三個之間 你們怎麼看 你們三個人在一起 比賽的時候 阿道 就是他會經常都 很主動關心我們的心理狀況 即是比賽之前 特地發訊息 他會問 你可不可以嗎 明天這麼緊張 你有什麼想法可以跟我說 阿晴姐就是超Smart 又有很多經驗 經常都 告訴我很多方法 如何去打比賽 阿晴姐好像我們軍師 她就是負責出一些竅子出來 她好像打太極 她是以猶祭鋼 阿蘇 我覺得她是一個才女 她是很有才華 她是很有創意 而且我覺得她是一個256GB 我是64GB 她可以記到很多東西 現在的手機沒有內四GB 她的內存很厲害 還有她在場上的精神 她的意志分是很頑強的 三個一定有缺點 否則我聽到三位是聖人 我說了阿蘇 就是因為她什麼都很厲害 所以她什麼都想要 和什麼都想做得很好 說你行不行 行 聰明的人一般都會有一點點難度 但都是她的優點 因為懂得偷懶 都是一個很聰明 難怪你這麼勤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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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